好 之前我们一起领略了许多优美的古针乐曲 那我想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一一的把这些优美的乐曲掌握的话 我们还是要来先了解一些古针的基本常识 那么这些部位呢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很浅显易懂的常识 大家很快就能记住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古针一共有21根琴弦 那么将这些琴弦高高架起的是琴马 我们有时候也称为针马 我们来看一下古针的底部 第三个发音的音孔 主要是提醒大家在琴架的摆放的时候 不要将我们的琴架堵在我们的音孔上面 那么能让我们的古针呢发出最明亮的音色 再来看我们的琴头 琴头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以后它是一个盖子 我们也称为琴盒 里面会有一个调音的扳手 这个扳手将来我们是作为调弦用的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是初学阶段 我们可能还不需要自己去调弦 当我们去购买乐器的时候呢 会有乐器店的老师 或者是我们的指导的老师 他肯定已经会帮我们把古针所有的音高都调好了 所以初期呢我们可能不需要自己去调弦 但是当我们慢慢的学习到一定程度 自己具备了一定的音高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自行开始调音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我也会有相关的调音方面的讲课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坐姿 在很多电影画面当中 谈古针的人都是坐在古针的正中间的 那我想也许是因为导演的一些画面的需要 如果是我们正规的学习古针的话 那么我告诉大家 我们正确的坐姿的位置 是在古针的琴头的位置 那么以什么为准呢 我们来看一下古针的琴头 有一个高高架起的前梁 那我们坐好之后 我们的右肩应该和我们的前梁 成一条纸线 好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椅子 椅子的高度非常关键 如果椅子过高 那么我们将来在弹琴的时候容易低头 如果椅子过低 我们将来在弹琴的时候容易端肩 那么我们的椅子应当是在坐好之后 我们的大小腿基本上能成一个90度 人和琴声的距离 如果是成人 学习和演奏古针的话 那么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古针的侧板 应该距离一拳到两拳左右的距离 当然因为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伸缩性的 那么如果小朋友的话 差不多是距离一个拳头左右的距离 因为小朋友的胳膊比较短 如果离得太远的话呢 我们可能演奏不到我们的低音位置 总而言之呢 人的身体绝对不可以在弹琴的时候 紧紧的贴在我们古针的侧板上 好 那么我想现在有很多的女孩子 或者说女士 还有很多的白领在学习古针 那我想如果是女士的话 在坐姿上一定要注意 我们做好之后 我们的双腿的膝盖 必须是并拢的 呈现一个非常自然优雅 含蓄的这样一个气质 做好之后呢 我们的双腿呢 不要过分的拘紧 可以呈一前一后白发 那么男士的 我想双腿的姿势呢 可以自然随意一些 总而言之 我们在学习一件这么美丽的乐器 演奏着这么优美的乐曲 我想我们的姿势 必须呈现一个自然的 松弛的优雅的状态 好 那么端正了我们的坐姿之后呢 在我们正式的弹奏曲子之前 我们还需要一个 非常重要的弹琴的工具 那就是我们弹鼓正用的假指甲 其实很多朋友觉得 看到一些古人的弹琴 实际上他们用的是 自己的真实的指甲 因为古人在弹奏一些鼓曲的时候 主要以左手的韵威为主 那么右手的弹奏技法呢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自身的这个指甲呢 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随着现在古征的艺术的发展 那么我们逐渐的进行到 较高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较为复杂的一些技巧 那么我们自身的指甲呢 就不能胜任了 所以最好是在我们初期入门的时候 能够将我们左手和右手的甲指甲 都戴上 那么当我们运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十分习惯和适应了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双手的甲指甲 我们会发现 两个手的中间三个手指 装带甲指甲的角度和位置是完全一致的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在选购甲指甲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长短和宽度 一定要和我们的手指第一关节相近 如果太长的甲指甲 将来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它会阻碍我们的关节活动 如果太短的甲指甲 我们在弹奏起来会比较吃力一些 所以选择的大小是和我们的手指第一关节 大小长短相近 粘胶布的时候 我们的胶布一般情况下有两种 一种就是纯医用的胶布 它是纯白色的 一种是像这样肉色的 那一般肉色的胶布呢 可能规范的专业的学习者用的比较多 因为它装戴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在甲指甲上粘胶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留出甲指甲底部 两三毫米左右的距离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胶布上面的位置 我们只需要确认胶布下方的位置 要留出两三毫米的距离 确认好胶布的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将胶布缠绕在 手指第一关节的最中间位置 就能得出我们正确的 甲指甲的装戴位置了 中间三个手指 双手装戴的角度 方法完全一致 那么特别要说明的是 我们的双手的大指 大指我们会看到 两个大指都是斜着戴的 主要和我们的弹奏角度有关系 那么大指呢 右手大指呢 是向左称45度角 左手大指呢 是向右称45度角 还有点值得提醒大家的就是 为了让我们能够稳定的 处在一个45度角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粘在胶布的时候 也是要歪着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从自己的角度看 左边的胶布要高于右边的胶布 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甲指甲已然呈现出 45度角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装戴好之后 它就牢牢的固定在了 45度角的位置上 左手的甲指甲呢 是相反的方向 粘戴的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现在有很多白领或者是女士 还有很多女孩子在学习古针 那么我知道有很多女士 有一些涂假指甲或者美甲的 这样一些爱好 可能要提醒大家 当我们要戴上指甲 开始学习古针的时候 我们大概要放弃一下这些爱好 因为当我们摘下来的时候 会粘掉我们的一些指甲油 我想虽然我们放弃了 这样一些小的爱好 可是当我们弹出 最美妙的乐曲的时候 你一定会认为 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弦 很多朋友第一次见到古针的时候 看到这么多的琴弦 就会有一种头晕眼花的感觉 其实我想在这儿 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古针的二十一根琴弦当中 只有五个音高 那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它就是我们中国五声调式的 Do Re Mi So La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Do Re Mi So La 接下来还是 Do Re Mi So La 接下来还是 Do Re Mi So La 接下来还是 Do Re Mi So La 好 最后多一个Do 那看起来就太简单了 一共我们就只有这样五个音 只是说这些音 我们会发现它有高低之分 也就是说这几组不同的Do Re Mi So La 都要处在不同的一个音高区域上面 第二步呢 我们来区分一下 它们分别都在什么样的音高区域 我们再来听一遍 Do Re Mi So La 好 这个行弦是最粗的 那么它的音高也是最低的 如果在简朴的普面上体现的话 这组Do Re Mi So La 应该是下面各加了两个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上走 Do Re Mi So La 这个时候往上升高了一个区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五个音的下面 各自加的是一个点 Do Re Mi So La 好 我们再往上进行 Do Re Mi So La 我们可能也想象到了 那它就没有点了 那处在我们的中间位置 我们再往下走 So La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在上面 各自加上一个点 Do Re Mi So La 好 上面各加一个点 好 最后我们剩下一个Do 好 那么这个Do呢 需要在上面加上两个点 好 最后也就是说 上面加了两个点的Do 只有一个音 就是这根新弦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几组不同的Do Re Mi So La 都有自己非常准确的一个音高区域 下面加两个点的Do Re Mi So La 我们称它为背低音区 下面加了一个点的Do Re Mi So La 我们称为低音区 上下都没有点的Do Re Mi So La 我们称为中音区 好 然后上面加一个点 这个点的Do Re Mi So La 我们称为高音区 好 最后一根琴弦 上面加两个点的 我们称为背高音区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要点 是来帮助大家认弦的 那么就是大家看到 在我所有的琴弦当中 它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绿色 请大家记住它 所有绿色的琴弦 都是我们的So这个音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唱的时候 Do Re Mi So La 好 So是绿色的 接下来Do Re Mi So La 好 So还是绿色的 Do Re Mi So La So还是绿色的 Do Re Mi So La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绿色的琴弦 我们一定要记住 它是So这个音高 在这么多的琴弦 将来我们随意的运用的时候 我们要靠这根绿色的琴弦 为一个轴心 找到我们准确的音高 越往外 我们的琴弦越粗 那么我们的音高就越低 越往里 我们的琴弦越细 我们的音高呢 就越高 往里进行的时候 我们是Do Re Mi So La 往外进行的时候 我们是 La So Mi Re Do 好 一定要记住 这样的两个相反的方向 然后就近呢 都用绿色的琴弦 去对照 去寻找 好 一起来复习 一起来唱一下 我们的音名 Do Re Mi So La Do Re Mi So La Do Re Mi So La Do Mi So La 好 这是由低音 往高音走的 那么相反的方向 是由高音 往低音进行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La So Mi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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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这样 反反复复复的多复习几遍 其实又好听又简单 非常容易记住它 往里我们是 Do Re Mi So La 往外我们是 La So Mi Re Do 好 其实古针的韧弦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定要记住最重要最核心的五个音 就是Do Re Mi So La 接下来你们会神奇的发现 这样简单的五个音 会构成我们之后这么美妙的古针音乐